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DN的实验室 相信大家对这个画面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吧 今天我们就把播放金米泰美的手机屏幕放大一把倍 看看蔡徐坤到底是有什么组成的 好 这个画面不错 机很美 我们就选这个画面来放大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LCD屏幕的手机 我们慢慢放大 可以看到好多像素点 越来越大了 当放大到一定倍数以后 我们看到了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像素点 每一种颜色是一个紫像素点 三种颜色组成一个大的像素点 我们看到屏幕的颜色就是由这三种颜色的明暗变化组合来实现的 比如三种颜色全亮 我们就看到了白色 红和绿亮 我们就看到了黄色 好 现在我们换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是AMOLED的屏幕 同样选取刚刚的画面 我们来看看AMOLED与LCD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慢慢放大 慢慢放大 而AMOLED是斜着排列的 而且是间隔着排列的 一排是红绿 红绿 红绿 第二排是蓝绿 蓝绿 蓝绿 这样排的 而且大小也不一样 蓝的最大 红的其次 绿的最小 不管怎样 它们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都能显示出色彩斑斓的颜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